接著我們來看這個第二題 第二題就是一個三角函數的基本定義 我們現在要看一下這邊有幾個東西要測量 其實重點就是有一個高塔塔尖 高塔塔尖是我們要測量的東西 我們從三個地方測量 一開始是CTA1 往前走一下變CTA2 走100變CTA2 再往前走變CTA3 所以我們先把這樣的資訊先畫為一個圖 所以這裡就是說沿著這個黃線再走 我們要固定的就是什麼 固定的就是紅色這個塔高 固定的是這個紅色的塔高 每次量的時候 每次量的時候 它的角度都 它的角度不一樣 但是 這兩個的間隔 這兩個的間隔是一樣的 這裡是那個 這裡是 100 那這裡也是100 那它想要問哪一些三角函數呈等差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看到怎樣 黃色的變化呈等差 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用三角函數呢 你可以注意到其實是紅分之黃 就是說 對分之零 這其實就是一個 Cotension的概念 所以它Cotension的部分 其實就會變成等差的變化 所以你可以再把它換個方式來想 其實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要量那個 對 量塔高的時候 其實我們測出來的那個 對 我們測出來的角度其實可以反映到 角度的Cotension值可以反映到距離 這邊你要理解到的是這個距離 就是說 Cotension角度事實上是可以反映距離 就是可以反映距離 那因為我們現在距離是等差 所以Cotension也會是等差 這是這個基本的 三角函數的定義問題而已